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容易长寿 一生很有福气 二 人中深长 人中在相学中称为寿堂 为人体人督二脉的交汇之所 如果一个人的人中部位长得深长而清晰的话 代表着血气旺盛 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较好 属于那种身强力壮的类型 生命力比较的旺盛 而且为人处事方面也比较的谦逊和善 对人对事都很有耐心 心地淳朴善良 很多人都愿意与这种人交往 人缘特别好 而且在事业上又不乏拼劲 一生健康长寿 福禄双全 三 耳垂饱满 贴近脸颊 耳朵在相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 代表着财运和福气 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得风盈有肉 贴近脸颊 并且耳垂厚大饱满的话 代表着肾气充足 这种人大多身体比较健康 容易长寿 而且这种人大多智商和情商都比较高 非常的会来事 也很会做人 为人处事方面比较的大气 待人也特别真诚 不会因为一点小事而斤斤计较 凡事看得开 自己舒坦 也让别人舒坦 生活事业都比较的顺利 一生福气和财气充足 四 脸型方正且大 脸型长得大而方正的人 在相学中也称为甜字脸 虽然很多人都不太喜欢自己长成这种脸型 感觉不精致不洋气 但是这种脸型的人命格却非常的好 而且肾气足身体好 比较的妄加 还容易长寿 这种人在为人处事方面心态比较平和 待人接物方面内心非常善良 还乐于帮助他人 而且意志力比较坚定 做事有始有终 事业发展较好 晚年儿女孝顺又出息 一生好命又富贵 五 眼神有力 眼睛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精神状态 代表着一个人的精气神 如果一个人的眼神生得黑白分明明亮有力的话 这种人大多非常的聪明能干 有着很强的判断力 而且很有决心和毅力 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喜欢坚持到底 不会半途而废 事业和生活都能打理的井井有条 非常的善于把握机会 做事注重细节 还懂得保养自己的身体 容易长寿 也容易富贵 六 下巴圆润有肉 在相学中 下巴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脾气和晚年福气 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圆润有肉的话 这种人大多性格比较的温和 几乎没有什么脾气 为人也比较的谦卑有礼貌 而且做人做事都非常的踏实可靠 给人一种非常值得信赖的感觉 在为人处事方面很有一套 人际关系经营得非常好 身边的贵人也比较多 容易得到身边人的帮衬 再加上自己的能力和努力 一生的运势非常不错 晚年健康长寿 生活富足 二 人中歪 必有灾 鼻头亮 尽大财 六种超准的面向俗语 一 腹垂之有福 鹅广有官运 这里说的腹垂并不是说腹部下垂的意思 而是指人的上身较长 下身较短 相书中有云 身长腿短 福禄不亏 这种人一般很有福气 一生比较平顺 而额头在相学中称为官路工 代表着智慧和事业运 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长得宽阔而饱满明亮的话 这种人大多智慧较高 而且目光长远 很有格局和见识 智慧是成功的基本条件 所以这种人比较容易能够获得功名和成就 官运很好 二 鼻尖深奔波 头小主飘棚 这里说的鼻尖主要指的是 鼻头尖细而短小 鼻子在相学中为财博工 主管一个人的财运和福禄 鼻子尖细的人大多内心比较的狭隘 缺乏心胸和气度 凡事喜欢斤斤计较 而且在为人处事方面也比较的小气和空门 总想着占便宜 还特别的挑剔 总是喜欢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不懂得反省自己 人缘不好难成大事 一生自然是财路不封 而头部主智慧 头部长的较小 与身体比例看上去很不协调的人 大多智慧也不高 头肌心理非常重 一生起伏较大 漂泊不定 三 脚长 身瘦长 辛苦道路中 中国有句俗语叫 脚长多忙 身瘦多劳 这里说的脚长主要指的是 脚部长得瘦长无肉 身子瘦长指的是上身较短 下身较长 这两种体相的人大多缺乏智慧 考虑问题比较简单 而且性格方面也比较的冲动 做事喜欢感情用事 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属于那种行大于私的人 行动力没有话说 但是缺少思考和规划 所以一生虽然也是奔波劳累 但是却多做少成 容易陷入贫穷 四 鼻端人中正 有德人品正 鼻子在相学中又称为鼻祖 变相学中讲究 以眼观心 以鼻观形 以权观意 如果一个人的鼻子和人中部位 长得端正平满的话 这种人大多内心比较的正直 形式作风方面非常的正派 为人处事方面也很有自己的原则 心态也比较的乐观和积极 比较重视诚信 给人非常靠谱的感觉 往往能够托付一些大事 而且这种人忠诚度还比较高 非常的值得结交和合作 身边的朋友也比较到 往往能够在事业上取得不错的发展 五 鼻歪人中歪必然有祸灾 鼻子位于面部的正中 代表着一个人的自我意识 我们通常都是以一个人的鼻像 来看一个人的品性如何 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长得挺拔有力 鼻翼饱满有肉的话 这种人大多人品较为端正 形式很有原则 而且很有志气 若是鼻子长得歪斜不正的话 则其心也大多不正 脑子里整天装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用不到正地方 若是再加上人中也得歪斜不正的话 这种人大多心术不正 行为不端 容易走上歧途 给自己招来灾祸 六 准头 圆又亮 尽才 天人丁 这里说的准头主要指的是 一个人的鼻头部位 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家庭和人缘 也能看出一个人的享受欲和财产状况 鼻头瘦削无肉的人大多比较的尖刻和吝啬 内心也比较的自私和寡情 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不会太好 难有大财 若是鼻头部位长得圆润明亮 饱满厚实 再加上鼻翼风龙有力的话 这种人大多财库风营 财路畅通 为尽才天丁的好兆头 命中容易有大富贵 男人容易成事 女人容易富贵 七 后背脖子和肩部相接触有致 这个位置在相学中也称为 命运与财运的交接点 这个部位长治的人 命中贵人较多 在事业和生活中容易得到贵人的扶持和帮助 因此得财比较的容易 而且如果这个部位不止一颗质 而是有一到三颗远小的黑质的话 这种人往往从小头脑就非常聪慧 学习能力非常强 做事也懂得变通 长大后往往会有大出息 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中晚年时运势最好 财富和名望双丰收 八 后背右肩胛骨下端有致 右侧肩胛骨双下位置长致的话 并非全是好致 而是有吉有凶 吉质可旺财 胸质则会破财 这个就需要根据质的形状 颜色来判断质的胸疾 如果这里长有一颗色泽黑亮 且形态远小的吉质的话 这颗质就属于旺财质 这颗质最继干瘪和晦暗 长有吉质的人一般善于经营 很有经商和理财方面的天赋 而且喜欢思考和观察 善于把握机遇 往往能够获利颇丰 这种人一生大多都能够财运亨通 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令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